工商百叶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这节的工商百叶窗 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 有关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那么在节目线上的这位 是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萧惠丽律师 您好萧律师 您好大家好 萧律师啊 这个今年好像2017年的入学结果 几乎来讲都已经放榜了 尤其是我们附近的一个 很有名的学校南加大 USC 他们的这个榜单也出来了 今年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我们南加州的华人父母 还有小孩子梦想的学校 对于大家近在咫尺的 这个USC南加大来说的话 我们南加州的学生申请起来 是不是比较方便呢 是的 因为就是因为很方便 觉得说开车就可以到 所以呢 南加大最近几年来 非常非常的火红 所以呢 基本上今年呢 大家都感觉到是 这个历史上最严峻 录取又创新低的 所以呢 我们的家长跟学生 是面临巨大的压力 嗯 的确是 大学呢 又几乎这么严苛的录取条件 所以有很多12年级的 学生跟家长呢 现在是经历崩溃的这个程度啊 都觉得说 为什么我该进没有进呢 嗯 那我们进来分析一下呢 南加大这么火红呢 嗯 那我们根据这个申请数据分析 在十年前的南加州的南加大呢 他的录取率是25% 嗯 那也就是四个人收一个 是 那今年呢 居然是到了16% 哇 也就是七个人收一个 嗯 那今年的申请表格 有五万六个人申请 这么多 是 然后十年前 大概是三万六 嗯 所以你看增加了几乎是加倍 对 那比如说呢 在这个五万六个人申请当中 他们录取九千个 嗯 这九千个呢 是来自三千三百个不同的高中 嗯 所以我们以平均来讲的话 每个高中只录取三个南加大 你说难不难 真是非常的难啊 非常非常难哦 而且它是来自83个国家 哇 那你看哦 在这边呢 南加大向来是以legacy 就是拼老爹为文明的 嗯 那它有一万个legacy 也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嗯 然后曾经上过南加大的校友 嗯 它只收一千个 嗯 所以legacy呢 它是这个10%的录取率 是的 所以也不比 就是一般录取还要好近 嗯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到学业背景 那我们知道我们是Asian嘛 那我们一定要拿A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南加大 他们的GPA的标准呢 嗯 它今年呢是有31% 录取的学生 嗯 是完美的GPA 哇 就是unweighted的 就是perfect GPA 全部A 那有10%呢 就只有一个B 嗯 所以呢 你看只有41%的 几乎是完美的GPA 嗯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标准化成绩来讲的话 就是SAT ACT呢 42%呢 的录取生 是达到99% 嗯 那所以呢 就表示呢 他们对学业的要求 也非常非常高 是 那下一个 我们讲到录取方式的话呢 录取方式呢 他们是old fashion way 他们是一批一批发送 嗯 比如说呢 它是寄大包的包裹 那就是表示筋绑提名 嗯 你如果说到薄薄的信封呢 这就是拒绝性 所以有些妈妈呢 她就在等在门口 看着这个这个邮差 嗯 居然在他们家门口 是小信封 哎呀 送到隔壁家是大信封 还跑去别人家去看 嗯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的录取方式 是让你觉得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嗯 所以呢 这个在放榜的时候 像个手榴弹一样 嗯 每一个家人都心惊肉跳的 是 是的 所以呢 如果说呢 你没有 你拿到的这个 是拒绝性的话 那有没有申诉的机会呢 嗯 会不会我可以在 后补的这个名单上呢 对 但是男家大是没有 后补名单的 啊 没有 是 没有后补名单 如果说呢 你是被拒绝 还可不可以申诉 不能 可以的 哦 可以 所以我们万里 法律教育集团 我们是 不take no for answer 是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来申诉的 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 男家大他没有 后补名单 嗯 那就表示你 如果是被拒 可能是可以申诉的 嗯 那如果说呢 你觉得你是 这个qualify男家大 而且你还很想上男家大的话 拿起电话 发个短信 949-682-8484 949-682-8484 肖律师会亲自回你的电话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您留下您的语音 我们会尽快给你回电话 那还有我们在 4月22呢 礼拜六下午2点 在核桥市 4月23号早上11点 在乔尔中心 那我们有个 这个升学讲座 嗯 那是专门是讲 我们这个 这个论文的范本 嗯 然后USC最新的录取条件 UC最新的update 还有私立大学 最新的一个分析 11年级 千万不能错过 9到12年级 都欢迎参加 嗯 那我们的现场 还会分享一下 就是进USC的这个 攻下USC的一个论文 是 对对 所以 很重要的哈 你至少应该先明白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完全的无头无尾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注意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不行了 听肖律师这样分析的话 我想呢 家长朋友 应该也要赶快呢 把握时间 打一个电话呢 到万里法律教育集团 去问一下肖律师 该怎么样来进行 这个申请学校的步骤 当然他们的电话呢 你要记得 就是949-682-8484 949-682-8484 那肖律师 像今年南加大 申请的这个资格 这么样的严格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你们万里法律教育集团 帮助华人社区 用申请的策略来取胜 那么赢在申请大学的终点 那您也可以跟大家总结一下 到底申请南加大的策略 是怎样的吗 是的 第一个你如果是overqualified 你是完美的学生 如果你是非常好 可以进长春藤的话 不见得一定稳上南加大 你要demonstrate interest 也就是表示你要说 哇南加大你说我 我一定会来 这个时候在论文上 就要做文章了 是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有的一个 入学率的商业概念 就是学校它的招生政策 所以如果您对这个一有 这美国人高等教育 他是怎么经营 他的这个入学率的 那这个也牵涉到他们自己大学本身的排名 那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我们会对入学率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分析 那第二个你是如果是below average 也就是表示南加州他不是说 哇他41%都是perfect GPA不是吗 那他average的GPA是3.84 如果你是低于3.84 有没有可能进南加大呢 有可能的 我们有纪念学生有六个B 还蛮多的 ACP32 一样可以攻下南加大 秘密在哪里 你知道吗 嗯 不知道 秘密就是在这个论文所在 哦 因为南加大 它的这个 nickname是children 所以呢 它是属于 罗马希腊文化 西方经典的一个发源地 嗯 那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个论文里面来做文章 等于是你讲到这个南加大的一个新坎里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是属于中西文化的一个结合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不仅是进了南加大 而且还可以申请他们的honor program 哇 对 所以他们honor program 他们是属于跨领域 跨文化的研究中心 那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这个一个好的一个program 让小孩子真正可以赢在人生的一个起跑点 嗯 这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 千万不要放过机会 是是 所以呢 我们4月22 还有4月23的讲座 那我们会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低于南加大的录取成绩 你怎么样在现在特别是11年级的学生跟家长 怎么样可以攻下南加大 嗯嗯 那这样子好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也要请教一下说 因为呢 南加大今年好像学费也上涨了嘛 现在呢 一年包括学杂费 生活费 到底得花多少钱 还有奖助学金的发放标准又怎么样呢 是的 如果呢 它的这个total cost是七万二 是非常非常贵的 嗯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可以申请到奖助金的话 比如说你11年级的学生 你今年的话呢 是你是2018上大学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2016的税表 那南加大呢 基本上呢 你如果准备事宜的话 还是可以拿到相当不错的一个奖助金的 嗯 那所以呢 呃 我们要注重的是基本年 所以我们在这个4月22跟23的讲座 也会告诉大家怎么样来申请我们南加大的这个奖助学金 那我们的电话是949-682-8484 949-682-8484 那如果说你被拒绝 如果说你觉得还有希望 如果说你11年级 你现在该怎么准备呢 那都欢迎先打电话过来咨询 我们的报名专线是949-682-8484 嗯 谢谢 好 非常谢谢呢 小惠丽律师哈 来跟大家分析了如何攻略南加大能够申请到这样的学校 当然别忘了 赶快打电话 才能够参加讲座 949-682-8484 谢谢小律师 谢谢 谢谢 以上您所说